各位New新聞的讀者大家好 我是台灣房特迪士尼公司的Litur 相信大家對於這個展也期待已久 現在就由我帶著各位搶先體驗 冰雪奇緣冰分特展吧 Let's go 好 到了第一區呢 我們會先到達艾倫戴爾王國的戶外警員 所以在我的右手邊你可以看到的是 艾倫戴爾王國的城堡 然後在整個戶外的場區呢 會感覺是在艾倫戴爾王國的戶外 所以包括在我們牆壁上所畫的這些美術設定 以及這些原創的手堡 都是在闡述當初的電影動畫師 怎麼透過他們的觀察 把艾倫戴爾王國的城堡 以及戶外場景去表達出來 經由艾倫戴爾王國的戶外呢 我們現在會進到艾倫戴爾王國的內部 那進入內部之後你會發現 這裡整個的設計都是仿佛進入艾倫戴爾王國的 內部的狂風回廊 包括這邊所看到的這些畫作 以及在我的左手邊 中古世紀的騎士徽獎 那甚至包含整個紅色的壁紙 都是完全參考電影場景 由於美國動畫師們所提供的壁畫的這些素材 去把它完全一比一的製作出來 好 進入第三區呢 這一區叫做艾莎的秘密 這一區其實最特別是在於它是一個薄木投影的技術 一開始你會先看到整個畫面是 安娜站在這個魔殺前面敲門 在唱那首 Do You Want To Feel A Snowman 當她唱到OK 掰的時候 整個畫面就會轉變 你會看到艾莎就在裡面出現 就看到原來在這個門的後面的艾莎 是一個很呼籍 然後很害怕自己魔法出來 會傷害到她妹妹的艾莎 那配合這樣子的主題 所以在這一區裡面所看到 所有的場景設計跟藝術原創手稿 我們都是圍繞在艾莎跟安娜 當初是怎麼被藝術師 被動畫設計師所 create 出來的 這區的主題叫做《浪漫中樓》 那大家如果記得電影畫面的話 這邊是在艾莎的家裡的電影之後 安娜正式遇見她的第一個真愛 就是汗姿 那她們一個很經典的場景 就是在鐘樓前面的場景 然後是在《浪漫中樓》 所以在這個場景 我們特別把這樣子的一個場景 做出來可以給觀眾去體驗 可以看到這邊很多 副科電影的一些元素 包括安娜跟潘絲的表情 安娜經典的動作 以及如果眼尖的觀眾 可可以發現後面的時鐘 其實跟電影裡面的時鐘 是一樣的時間 就是晚上的10點15分 安娜經過了重重關卡 經過了寒冷的北山之後 他們終於到了奧肯砸貨鋪 然後到這邊遇到她的第二個真愛 就是阿特跟小絲 所以在我身後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阿特跟小絲的雕像 以及寶草堆 然後另外呢 在我的右手邊的地方 就是非常經典的一個燙胖的 奧肯老闆 為了配合奧肯砸貨鋪 這樣子的一個主題 其實這一區也是所有觀眾 可以在這裡 從常溫區進入到低溫區 他們可以去租借雪衣 準備進入到零下的區域 另外如果這一區 你可以看到的話 是我們第一次出現 阿特跟小絲 所以在我的牆面上面 可以看到所有的場景設定 也可以看到當初 阿特跟小絲 怎麼透過電影動畫師之手 把它從最原始的素鳥 到最後的角色設定做完成 在經過冰雪狂風最後一個體驗區之後呢 到最後這一區 其實就是我們最受歡迎的 冰芬廣場 冰芬廣場兩個最重要的一個地方 讓各位介紹 第一個是在我身後的冰雪溜滑梯 另外一個就是在我前面的 我愛雪的一個地方 在這邊呢 其實很特別的是 在涯熱帶的台灣 特別是暖冬的今天 這也提供 各位消費者的一個 很好的地方可以來避暑 而且可以來玩 在北國才可以享受到的 冰雪的溜滑梯 以及可以在我們戲學前面 去堆雪人 去玩雪 然後可以享受到玩雪的一個樂趣